你知道有時候友情會有不同的階段 那就是有一陣子就是比較沒有說話 這邊回應跟吳卓淵目前的友情狀態 懲罰於即將發行全新專輯KIKI來到電台宣傳 而一直被傳出與朱莉亞閨蜜情編的 她也大方談成彼此關係 因為真的很久以前的事情過了很久 所以就是我也想要讓她再過去 I'll let it go 有沒有大概一個方向 就是一些友情私人的一些 就是一些事 也就是說過程中 然後 對啊 那現在手機還有她的電話嗎 當然 那她電話你還是有寫Julia 還是就是說比較少年 少年 他改名字 沒有改名字就對了 她還是擁有她可愛的愛心emoji 前面沒有鼻開頭 鼻 Baby Julia很噁 我是愛心 因為我是一個我需要對稱 我需要對稱的人 所以她需要兩個愛心 對 我們就是應該是說就是 這一段時間真的就是給彼此空間 還是互相支持還是互相祝福 那就是順其自然之後 再看看 我會跟妳說 有情的發展順其自然 除此之外 Kimberly還被爆出 曾與謝和弦在錄音室發生關係 她也分享起兩人的互動 因為我跟謝和弦已經 我們是非常久以前做的那首歌 那我們私底下其實是沒有什麼交流的 那她也自己跟我道歉了 謝謝她 就是說好想跟外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有直接出來說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她就後來有彈訊息跟我說對不起 就是她在炒作新聞 然後就是她很支持我 然後很開心 很喜歡我的新的作品 然後 好 這是真的真的 這是真的真的 另外一位就是 首先先開炮放出這件 就是說妳對謝和弦有怎樣 對啊 一下跟你道歉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見過面 剛開始還滿不開心的 因為就這件事情很荒謬 但後來我知道她有在公開的地方 就是有說她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困難 對 那我不想要變成加害者 所以我就沒有多去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沒有發生的事情 就真的不用解釋 我覺得如果她想要提供什麼樣的證據 我真的都可以 因為我 我真的不知道她要提供什麼 但就是希望我們 不管針對什麼事情往上 我們不要去霸凌 我們不要用言語上的攻擊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忍 不要害彼此失眠 雖然承受輿論壓力 卻不忘藉此傳遞正面能量 Kim Brady的健康心態值得學習 本傳遞正面的成人牆林玉峰採訪報導喔